轰轰烈烈的爱情公寓大电影眼看着就要来了,如今去遭遇停泊危机,原定于8月10日全国上映,前期已翻风水,预售也是一路高歌,此前爱情公寓因为抄袭一直遭到诟病,导演表示此次大电影会坚持原创, 可以说给大家打了一针针定计,假男事实却打脸了,电影版直接被宣称无版权,成见了许久的爱情公寓官微突然发生,真的是不明则已一名惊人,官微表示,爱情公寓由联法计算机技术上海公司投资并享有权不权利,在联盘不知情的情况下,高歌汪院等人擅自投资,制作,发行电影,已经提起民事诉讼, 并向电影局集中影邀求情,看到爱情公寓电影风波,不少网友出来发声,有人支持,抄袭活该,没有好下场,但有人怀疑是炒作,因为爱情公寓官微已经很久不曾发生,不过诉讼已经提交了,炒作的可能性比较小了,追求情怀的人必然不开心见到这个, 不过版权是主要的,清晨不可容忍,爱情公寓从剧抄袭,到今天电影无版权,看起来有些可笑,不禁引起网友冷嘲又疯,有网友说,你还有脸谈版权,之前抄袭的是你,今天出来谈版权的也是你, 确实,之前剧板抄袭一直遭到诟病,事情至此,有网友想起王传军,之前王传军在剧拍电影,的时候可是遭到了不少人的指责,或许王传军早就知道,爱情公寓终究会出事,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, 如今电影又闹出这一番,当初不少骂王传军的,甚至欠他一个道歉,如今,才知道王传军有多明智,对于此事,你怎么看呢?欢迎评论去留言